就是我们的初阶班的第一堂课 我们的学习的目标有三个 就是教投资人 教同学认识四大财务报表 除此之外 教大家学会影响EPS的因素是什么 除此之外 在第一堂课 这三小时的课程内容中 我也会教大家 怎么去帮财报卸装 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的 财务报表 上市贵公司的财务报表 我一直告诉大家 它就是一个上过装的 一个美丽的样子 因为我们要学财报 就是要看一家公司 素颜时候的样子 但你要懂得去帮财报卸装 你才能够去懂得 这些上市贵公司 如何去用这些财报的会计科目 去上下起手 去误导一般的投资大众 所以在第一堂课的学习目标中 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学会帮财报卸装 这个当你懂得怎么去帮财报卸装的时候 在投资上就可以帮助你趋吉避凶 初阶班的第二堂课的学习目标 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教大家认识 总体经济的领先指标 尤其沁农长期在追踪台股的投资的时候 很多的投资人会非常讶异 为什么沁农总是有办法超前部署 去了解台股好像什么时候有些转折点 其实常常不是沁农厉害 单单纯纯就是因为我懂得去利用 总体经济的领先指标 去协助我判断投资上 目前是属于多头还是属于空头 甚至我们什么时候要危机入市 什么时候要见好就收 很多时候总体的经济指标 都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判断的标准 在初阶班的第二堂课 我们开始会教大家 总体经济的领先指标 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教大家 认识财务报表的领先指标 总体经济的领先指标 去协助我们判断现在目前的大盘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财务报表的领先指标 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挖掘 还未被市场挖掘的潜力好股 所以你要懂得去认识财务报表的领先指标 对于你去挖掘市场 还没有发掘的潜力好股 会非常有大的帮助 了解了这些之后 最重要的 请我会教大家怎么用 目前市场免费的资讯管道 完全完全都是免费的 就是你即使不是订购我们 标股金APP的用户也没关系 我们会完全用免费的资讯管道 教大家去哪里查询 那这个一旦你学会之后 真的都可以带着你一辈子 在投资上会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依据 中介办的内容 其实主要有四个学习目标 第一个是教大家认识企业价值的 两大分析方法 第二个财务比率法的基本架构 第三个财务比率法的延伸应用 第三第四个就是内在价值法的个股应用 那这个也是我们不看盘获利 投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程 那刚才庆隆老师所提的那个Excel表 就是你输入关键的数字 就可以得出企业价值的答案的 这个庆隆精心设计Excel表 那我们都会分享在进阶班里面 就是每当在介绍一些本益比法的时候 介绍股价净值比法的时候 这是属于财务比率法的时候 会告诉大家我用的Excel表是什么样 那大家只要把这个Excel表学会 然后怎么去操作 那你就可以自己就可以算出这个企业价值 屏主里面都有一些 因为第二季的财报已经陆续公布了 那有些同学问说 这档股票可不可以买 这档股票是不是像合理价还是昂贵价 那很多时候好像在等助教的解答 或是等庆隆老师在投资家日报去写 但是如果你有上过不看盘获利投资的这个进修班的课程 你就会自己算的 你就可以自己用庆隆所提供的这个Excel表 你就可以自己去试算出来找出你要的答案 因为有些时候投资家日报每天要写的内容都有一些规划 那可能所写的股票不一定是同学目前在追踪的股票 那当然你学会了这个不看盘的这个获利投资的进修班 自己去学会怎么去计算企业价值的时候 然后再套用庆隆所提供的这个Excel表 那你就可以自己掌握出一家公司的企业价值了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进阶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那最后的实战班呢 这个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 真的是我把我所有的一些精华 全部在实战班会交给大家 那这个精华是什么 这个精华第一个教大家怎么从小钱赚到大钱 这个如果你有长期追踪庆隆的成长故事 你应该知道我是从10万块起家的 那钱不用太多 10万块起家 那你要怎么变大户 那这是过去媒体在报道我的时候 所使用的一个封面故事 那当然大家不用羡慕 那我会在实战班中告诉大家 庆隆是怎么做的 怎么让小钱可以赚到大钱 那这个在实战班中 这个会同学可以学到 那第二个会学到的东西 就是学到怎么危机路式的成功条件 那真的很多同学有些时候知道 危机路式可以创造财富 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 危机路式最后的结果都是接到 正在下坠的刀子 结果接得满手是血 那真的有可能你没有搞懂 危机路式成功的条件是什么 所以庆隆会在实战班中教大家 危机路式的成功条件是什么 你掌握到了 那你就可以利用别人恐惧你贪婪 创造出危机路式成功的条件 那实战班中 我们还会教大家这个投资组合的规划 你该买几档股票 那我的股票的布置该怎么去配置 那我会在实战班中教大家 那最后一个也是很多人关心的 就是什么时候该卖出股票 或者是我遇到赔钱的时候 该怎么逆转胜 这个应该很多人想要了解的答案 那我们也会在这个三个小时的实战班中 可以完整的 我可以把我这二十多年来 在股市一些成功的经验 浓缩成三个小时的课程 把它交到实战班中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从初阶到进阶 从理论到实战的一个非常完整的课程 应该说我自己的原则 就是一年只开一次课 第一个是因为我不是以开课为业 我不是以开课为业 那第二个是因为我希望 我每一年开的课程 都是扎扎实实的可以教给大家 一定经过了一年的累积 那我有一些新的案例 有一些新的一些收获 那我也希望在这个课程中 可以分享给大家 而不是什么每季开一次 或每个月开一次的话 然后这么多成功的案例可以分享 那要累积足够的时间 那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课程 真的都非常的扎实 我希望同学花14周的时间 可以培养一周 培养出一辈子受用的投资策略 就是一周一堂投资罚光 好那如果你对我们的商品有兴趣的话 其实庆隆可以先建议大家可以先扫描这个QR Code 这个可以先加入到我们免费的这Lite群 那在这Lite群中我们会有亲切的客服 会协助你办理了解我们的一些商品 那除此之外加入到这个免费的Lite群 还有一个优势 其实就是你可以享受第一手的股市资讯 跟市场赢家的观点 那除此之外 因为这个Lite群里面 我觉得还有蛮多热心的学长姐 还有一些专业的助教 那可以帮助同学 在投资的路上不再孤军奋战 MING PAO CANADA